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运动员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走上了体育的道路 我爸爸呢他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他从电视上看到了有网球这项运动 然后后来呢他的朋友刚好又给了他三个网球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白色的网球 然后还有黄色的网球 所以他就对网球产生了特别大的这种兴趣吧 他就感觉很奇妙这个东西 然后所以他就说如果以后有了女儿的话 就让他去打网球 然后结果呢我就顺理成章的 然后拿起了网球拍走向了网球这条道路 我觉得首先是源于对网球的热爱 因为我从五岁开始打网球 然后他贯穿我几乎整个人生 到目前为止 那么对于我来说网球是我每一天 必不可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不管他今天的状态好与不好 不管是他带给我胜利还是失败 都是让我一直不断要去挑战自己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他就是锻炼磨炼一个人的意志 在一个人的人生中能够坚持将近三十年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 而且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你需要对他不断地保持这种热爱 我总是说我不断地我们要去挑战自己 然后战胜自己超越自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要伴随着很多的失败 但是就即便是失败 因为有这种不服输的这种劲头和精神 让我们不断地去再上场 再来一次不断地再去挑战 不惧怕更强的对手 去不断地挑战自我 那么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在整个我的成长的道路上 有太多太多想要感谢的人 首先是我的家人对我从小的这种栽培和对我的支持 我的每一个我的教练 然后包括在现在和曾经的每一个团队中的人员 都给予了我特别特别多特别大的帮助 我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学习到了很多很多本领 然后不仅仅是跟网球的教练去学习 怎样去打网球 然后还要去跟体能的教练学习这种体能的训练 跟康复的老师学习怎么样去康复 恢复自己的身体 然后甚至跟医生去学习给自己怎样去调节自己的身体 去治疗去扎针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从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学习到了做一个善良的人 然后做一个永不服输 永不放弃的人的这种精神 对我现在目前来说 最最印象深刻的就是2016年的奥网 那么在那个之前 大家应该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已经连续失败了14次在大猛关的正选比赛中 因为这还掺杂着很多很多次 我可能没有排进正选 在预选中就输掉了 在职业生涯的初期的8年时间里 然后没有一场的胜利 这个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 我相信是一个比较摧毁性致命的一个打击 在精神和心理方面 那么我能够在2016年的奥网 取得我这个人生在大猛关当中的最大的突破 而且又是战胜了一位那么优秀的选手 然后令我可以说是今生难忘的那一幕幕 就像每一次走到奥网的球场 总是有一种很振奋人心 甚至有时候有点起脊皮疙瘩的感觉 因为想到那些场景 然后还是会很有代入感 另外的一次呢 我觉得也是很奇妙 跟澳大利亚是非常有缘的 然后在2019年的奥网 和Sam Stolson能够拿到奥网的冠军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网球选手的 这个终极的目标 就是想要成为大猛关的冠军 不管是单打双打 还是混双哪一个项目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超级振奋的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舞台 然后我能够在墨尔本实现我的这个儿时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是超级梦的两次这种时刻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刻苦训练的这种精神 因为如果没有前期的这种刻苦训练 你就不可能走向职业赛场 当你达到了一定的成绩 然后一定的排名 能够进入到这些圈子 那就要看你是否有那种不怕输 不怕困难的这种勇气 因为在这个圈子里 并不是每一个球员都能再一进入这个圈子 就能达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成就 那么大部分的人的人生剧本 都是从低排位小比赛开始慢慢打起 然后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排名 所以内心不够强大的话 是不可能能够在无数次的失败面前 还能够不断地敢于勇于去挑战新的这种目标 和更强大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不怕失败的这种勇气 然后再次上场的这种勇气 再次挑战的勇气 所以对于我来说 技术可能都已经是放在这种精神和内心的 这个之后的一个环节上 17年来的职业网球生涯中 我一直顽强拼搏 始终在世界亿万观众面前展现我 作为职业运动员的专业素质和运动精神 作为澳洲老牌的券商GoMarkets 17年来也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绝佳的线上交易体验 追求卓越的这种共同目标 为我们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